藍色商鷹老先生 拖著身子推著輪椅到一旁陰影處休息 這時一名熱心騎士發現 上前關心 才知道老翁因為車資不足 被計程車半路丟包 那些老翁熱壞了 趕緊報警處理 他可以自己推可是太熱 而且被丟包 然後好像警察有看到 就是這輛計程車 在路口放老翁下車的 而且被丟包的時間點 還在下午一點多 正是天氣最熱的時候 原請退了他一公里才順利到家 還沒到達目的地 老翁就被請下車 只因為他的車資不夠30塊錢 事件就發生在高雄鳳山 76歲的老先生行動不方便 24號下午他從醫院看病回家 家屬還幫他叫了計程車 車錢也先預付了 沒想到問將開到中輪四路時 車資不夠富 竟然沒把人載到目的地 而是直接把老先生請下車 讓他一個人推著輪椅在路旁苦等 居付的車資不夠30塊錢 逐中途就放老翁下車 我們公司都很嚴格 不能半路丟包 嚴重的話可能都要關機 七天以上 搞不好他還會退隊 理論上是應該將乘客 載到他的目的 載向乘客索取不足而的車資 計程車司機半路把人請下車 親者違反道交處罰條例 任意聚載客人可處600到1200的罰還 但如果老先生發生意外情節嚴重 用公路法可以重罰3萬到9萬元之外 倘若危機乘客生命安全 在一條業務過失 問掌握了30元車資 吃不完兜著走 而轄區分局也是並行事 特地強調暖心服務 也沒有揪出這惡劣司機 TBS新聞趙麗劉璇高雄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